那大家来希望了解更多的关于clinical counseling TIFA学院的临床心理辅导的相关的信息 非常的欢迎大家 这个信息是在两年多前 快三年了吧 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我的心里面有非常深的负担 因为有看到在国内的这一些的忧郁症的人群 管心理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而且COVID袭击之后 这一种的状态就更加的严重 在COVID之前就已经全球都出现这样 心理疾病普及化或者是蔓延或者是低龄化的趋向 那很多的人被心理疾病所折磨 那整个社会上呈现出很多的这一种内卷 躺平没有出路没有希望 这个不单是我们这个华人的圈子 实际上整个世界都有这样的一种的趋向 那当然也是因为20世纪是一个焦虑的世纪 当我们的传统的价值信仰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候 人生的意义价值目标 都以支撑建立的这一种的Grand Narrative 就这种大故事大叙事 大的人生的框架都已经 很多的这些框架都已经被瓦解 分崩离析之后 人类事实上在荒原上 在荒漠上 在有遮风避雨的 这一种的没有心理大煞的 这种庇护的状况之下 所以就产生很多的这种的 心理的疾病 忧郁焦虑等等 所以很多人 我听到不少 跳楼啊 通过各种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越来越意识到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需要 那么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可以拯救生命的专业 救命的专业 所以当时就开始心心念念 开始去寻求学校里面 已经有的临床心理辅导的 这些老师 他们要求 跟他们提出申请 说可不可以在中文项目 也办这样的临床心理辅导的项目 那得到很多老师的支持 那经过很多的筹备 中间也一路走来 其实确实有蛮多的艰辛的 要在汉语世界里面 来建立这样一个项目 并不是很容易 我们的临床心理辅导 国家的心理咨询师 在很多年前 国家是有这样的专门的 这样的一些的培训的 但是那些的培训 就跟我们原来考托福 考企业一样 培训 六个月发一本参考资料 背一些项目 有仓储上证 有一些记忆力好的人 就可以顺利通过这些考试 就可以拿到国家心理咨询 培训师的这样的职位 就可以替人看病了 这是让人非常揪心的事情 因为人的身体上面 最复杂的一个器官就是大脑 很多的心理疾病 就是因为大脑出了问题 大脑里面的化学元素 失衡 里面有很多这些 需要用话语 需要用药物进行治疗 重新平衡 拉回来 重新建立脑回路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不单是大脑观 信仰 世界观的过程 同时也是有很多心理的 专业的知识 甚至是脑神经科学方面的 专业的知识 那仅仅是这种 背了几条相关的 这些的复级材料上的内容 就可以仓储上证 要承担这样的救治的任务 这几乎是天方夜谭 凭良心而说 骨折我们需要去找外科大夫 胜骨大夫 重新接上断肢 对不对 那这个是在我们看来 似乎是很高 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殊不知 大脑是比骨头 是比身上的四肢 更加复杂的这样一个器官 而且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生 甚至从信仰的角度来看 影响到整个的永生永死 影响到人的永恒 影响到人的灵魂 所以当时就开始思考说 这是一个有意义的 但是很严峻的这样一个课题 所以我们去联络了 暗语圈子里面 双语的 在海外的正规的这些学院里面 受到培训的 有博士学位的 我们的老师无一例外 是有博士学位的 这些的老师 所以我们可以 应该毫不夸张吧 我想我不是在王婆卖瓜 在自夸 不夸张地讲 我们的师资阵容 应该是最强的 从今天 艾姆斯弟兄要跟我们 艾姆斯博士要跟我们 看到有些的分享 到徐立强 是在TUFTS University 很多年的一个 心理医师 是非常难考的一个执照 是有处方权的 在美国东北部 行医很多年 非常有经验 他原来是香港大学 他老师调侃自己的时候 是孙中山国父 孙中山的同学 他确实是 他们是同一个 医学院毕业的职 不过他岁数没有那么大而已 陆鲁宾也是台湾的 一个医院的psychiatrist 现在在北京的医院里面 在那边很多的病人 所以他也是非常难以约到的 这样一个老师 但是这样一个医师psychiatrist 但是他很愿意 跟我们一起来同行 那么我们也有陈玉英 有黄伟康 黄伟康是加州大学 他原来是Berkeley大学毕业的 后来拿到一个心理学院 的博士之后 在加州现在在San Francisco 担任专业的职业的 心理培训师 心理咨询师 他是我们项目的主任 那么我们有孙新阳 对于青少年的心理辅导 抑郁啊焦虑啊 特别的有经验 他写过不少的专注 他在Region那边 拿到了博士学位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 很多的这些的 像Sarina 林寻老师 在现在在纽约的大学的 Stony Brook那边 在那边教书 一个也在耶鲁哈佛那边 他有过很多的这些的培训 是很优雅的一个老师 那我们的任务就是 把这些最优秀的老师 聚集到一起 打造一个汉语师机里面 最优秀的临床心理辅导的项目 这个是我的初衷 我心里非常感恩 这个初衷到目前来看 经过三年 同人们 同事们的努力 基本的水准已经达到了 当然我们还在不断的扩建 我们还在研发课程 尤其是研发一些选修课 争取跟国家心理咨询是新的 其实国家的心理咨询 是还在混沌的状态里面 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我们希望可以跟他们对接 甚至可以有一些行业的规则 有一些学生的研导会等等 这其实是一个百费戴心的 一个刚刚起步的这样一个领域 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你们如果真的愿意来学习 毕业以后 我们很希望跟大家可以一起来同工 办研讨会 办杂志 开诊所 其实是需要有行业的标准 需要有志同道合的人 理念相同的人一起来办诊所 彼此互相就各自的专业来 彼此互相的合作等等 所以这是非常大的需要 也是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大家联合一起来做 BiFi的临床心理辅导项目 跟一般的其他的项目不太一样的地方 大概我们一直讲 所以有三个特点 我把这三个特点归结为一个很通俗的 甚至有点庸俗的说法 叫做既要又要还要 如果大家要继续 为了帮助大家记忆 既要又要还要 既要什么呢 既要有真理的根基 要有信仰 要有世界观 要有价值观 三观正确 这个是整个心理辅导的关键 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正确阳光的世界观 都对终极永恒的盼望 都是晦暗不明 那是没有办法帮助别人的 整个项目的建立 也是建立在对真理的确信的基础上 在veritas 确信的基础之上 有非常清楚的一种世界观的建造 所以我们有四门的哲学思辨课 包括个人习惯的培养 包括基本的价值观伦理的这些的栽培 所以既要的一部分 是有一个稳固的真理的根基 又要有对行业的专业的 最新的实证的科学研究的 这些结果的吸收跟整合 这个项目其实过去几十年发展 非常的迅猛 其中有很多是一些非常实证科学的实验史 或者是心理实验 得出的一些的结论 对人的心理的行为的一些的探索 得出非常宝贵的结论 而且这些结论是已经是定论 那么也是我们所要吸收的 这一些的人类文明研究的成果 就是科学性 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所以既要有信仰 又要有科学 当然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的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张力 有可能的 以弗洛伊德为基础的这一些的 这种进化论为基础的这些的人的起源 学说会不会跟我们的真理世界观 会不会有一些冲突 有的时候是有可能的 这是需要 有的时候这些冲突 也是同学们去学习 去思考 去寻找出路 是对大家 其实是挑战 当我们克服了这些挑战 那么我们就思想就会有根有极 就会扎实 就会有新的创新 所以既要有真理的世界观 又要有科学实证的 这一些的研究成果的整合 还要什么 还要注重时效 就好像医生 他重要的是要把病看好 而不是主要是研究去写论文 那么临床心理辅导这个项目 我们的硕士项目 在这个阶段注重时效 怎么样真正能够解决人的问题 防止自杀倾向 把人从抑郁里面拉回来 让他们有正常的健康的生活 恢复人际的关系等等 所以这个是注重时效 是知病救人 所以既要又要还要 这三个方面是我们 临床心理辅导的基本的大的方向 这些的整合 所以我想 如果你们来到这个项目的话 背后的这些理念 就是这样的一种设计的 从宏观的角度 我们的一些的想法 我们来到这个项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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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了